在一次节目中,需要观众选出最帅的人坐高铁前往沈阳,同时选择一名成员随行,其余人则坐飞机前往,作为德云社颜值担当的老秦,毫无疑问地被选中了,当老秦得知被选中那一刻有点不知所措。 这些人他都不熟悉,无论选择谁都显得十分唐突,这让老秦陷入了骑虎南下的境地,而台上众人显示出来的抗拒,则让老秦更加窘迫了。 张大大的一番话,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态度,有更快的飞机坐谁愿意去坐高铁呢,只有李雪芹看出了老秦的窘迫,就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了句你可以选我,这句话叫老秦看到了救命稻草。 老秦选择了李雪芹后,俩人一同坐高铁启程前往沈阳,而作为主持人的郭老师将此事尽双眼底,秦肖贤也将李雪芹的恩情铭记在心中,之后俩人有许多合作。 节目里面两个人默契感十足,老秦骑着响三轮,雪芹在后面给老秦垂着肩膀,如此搞笑又美好的景象谁看了能不爱,后续老秦更多次搭档李雪芹,在台上贴心地给李雪芹伴奏。 李雪芹曾经被前男友嫌弃太胖,对他说你要是瘦了我就和你在一起。 在一起吃饭,然后这个人呢,抱起了你的一个好朋友,你就问他说,那我要瘦到多少斤你才能抱我呢? 但从外观的体重上看,秦肖贤要比李雪芹轻好多,但是秦肖贤背起李雪芹的时候,彻底治愈了雪芹的心灵。 秦肖贤背我,秦肖贤本来就瘦了,然而背我,又过杆,又爬爬的,爬到我俩弟弟,从小时那种最体重的自卑在那一刻你知道吗,得到了一些支持和治愈。 同样的游戏在组队游戏时也发生过,他们队有五个人只需要四人参加,雪芹担心自己的体重主动退出,老秦说了句。 老秦对雪芹一直都是鼓励的,给他自信心,在节目里两人默默配合直接绝地翻盘,雪芹自己也没想到,他一时的善意之举让他赢得了整个德云社。 大家都知道德云社是出了名的互独子,李雪芹帮德云社的小师弟解了围,德云社的师兄们肯定是非常感谢他的,因此李雪芹收获了老秦和师兄们的宠爱。 丹副总要把自己盘了三年的核套送给李雪芹,这已经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了,盘了三年的核套何等珍贵,雪芹深知礼物贵重坚决不收,可扭不过副总真心相送。 自从李雪芹在节目中替老秦解围,一句你可以选我,之后陪老秦坐高铁去沈阳,这份情意德云社的众角们都看在眼里,雪芹自然而然就成了德云社的团宠,堂主也是十分宠雪芹的。 可以说能让德云社众绝门破费的人是少之又少,李雪芹算是其中一个,堂主想到要花出去的钱心疼的直抹眼泪。 把你刚才的话说出来,你踩我一脚,我不踩,你怎么对着镜头你就不说了,你买一双。 后来李雪芹就喜提堂主送的一双新鞋非常开心。 梦克堂先生在2021元宵节晚会排练期间,踩了我的白鞋一双,并表示要送我一双新鞋作为补偿,今天我收到了这双新鞋,梦哥真难认。 德云社众们拿钱当命,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出钱可不容易,或者自家小师弟那就是自家人。 节目里和大铃相亲。 年龄在德云社绝门的眼里都不是问题, 德云社里什么都不多就单身的老爷们多,和大铃梅城可以在德云社里慢慢挑,如此温暖可爱的雪芹值得一切美好。 德云社众角们对雪芹的宠爱,像极了她是郭老师的女儿,而郭老师对李雪芹也是宠爱有加。 李雪芹打一个电话。 喂,郭老师。 是我,是我,这个怎么样了,准备的呀? 我手上门挺好的。 郭老师主动打电话给雪芹询问老秦的状况,上一次郭老师主动打电话的还是儿徒烧饼。 自从李雪芹在郭老师面前帮老秦解围之后,郭老师现场还要给雪芹介绍对象,介绍谁呢? 我就喜欢幽默的,就是最好是比我幽默的,这样我不就能听他讲。 李雪芹还上了德云寿的自家团宗,在节目里,李雪芹扮演李国公主李继,只要得到她的支持就能奖赏三枚钟。 于是众人使出浑身解数,开始追求李雪芹。 郭老师还在节目里公开谈雪芹儿媳妇。 后来的李雪芹更是当众秀了起来。 先是和赵班主说相声,其次是堂主送的新鞋,酒郎给画的嘴唇,老秦给编的小辫。 可以说万千宠爱在一身,这才是真正打入德云社内部的女孩。 这样的李雪芹只有叫人羡慕,没有任何嫉妒,她是值得的。 一下回把李雪芹带来就行了。 她很想来咱们节目,但是她没有时间来。 然后就说,把她的照片摆在咱们现场。 给她供着,是吧? 谢谢李雪芹,好啊,一、二、三。 谢谢你,李雪芹倒了,李雪芹倒了。 哎呦,哎呦,哎呦,好嘞好,我们下期再见。